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枯番通析》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 如果大家过去一直有收看我这个节目的都知道 在过去很多星期 我跟大家介绍了人类在宇宙里面的地位 但我主要集中的是宏观宇宙里面的地位 即是我们在太空里面 日月星辰、空间 甚至去到遥远的星系 甚至整个宇宙 但在最后一集我提过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微观赤道的宇宙 但我还未开始 竟然传来了2022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判法的消息 而涉及科学探求的重大成就 正正就是 微观宇宙里面的量子物理学 所以今集我会来偷捕 在未介绍 好像分子、原子、原子、原子核里面的质子、中子 或者之内的瓜克子 这些事物之前 我就会一跳就跳到 在微观世界 一个超级匪夷所思的现象 就叫做量子糾纤 英文是quantum entanglement 有人喜欢读九字的 正音 但没办法 我习惯了读糾纤 没所谓了 但未解释什么是量子糾纤之前 首先要粗略地讲解一下 微观世界的规律是多么诡异 和不可思议 首先 奥利恩斯坦的相对论 所描述的宏观世界 确实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 例如说 空间可以有限而无边 时空可以拥有结构 甚至可以弯曲和膨胀 而且我们还未说到 例如黑洞的奥秘 包括时空的期点 或者时间延长效应 什么叫做虫洞 但是这些 真的比起描述 微观宇宙的量子力学来说 不可思议的程度 其实都是要靠边站 其实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下 在量子力学里面 有说过什么叫波粒异象性 英文叫做Wave Particle Duality 也就是说 原来物质去到原子 以及更加小的尺度 这个层次 它是可以 一方面呈现为 各自独立的 是有边界的粒子 可以数到一粒粒的粒子 但也可以呈现为 是不可分割的 是连绵伸展 而是无边无界的波动 另外大家也可能听过 所谓海深宝的不确定原理 有时我们叫做测不准原理 但我觉得不确定原理 是准确一点 这个说法 Uncertainty Principle 也就是说 我们永远 是无可能同时准确地知道 一粒粒子 例如一粒电子 它一些基本的特性 例如我们对这个粒子的位置 这个电子的位置 知道得越准确 那我们对它的速度 严格来说 是它的动量 就知道得越模糊 又或者 如果我们越清楚 知道一粒粒子所拥有的能量 那我们就越来越不清楚 就是它存在的时间 等等 不过都等我们 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 量子力学基本立论 就是我们对一个微观的量子系统 最终极的描述 就是它的波涵数 英文是Wave Function 这是有一个物理学家 薛定岳所创出来的一个概念 但是 即使我们透过薛定岳 所定立的波动方程式 一个Wave Equation 去求得这个波涵数的解案 就是Solution 都并不表示 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 这个系统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为什么呢 原来因为波涵数 是只能够告诉我们 这个系统处于某一个状态的 的或然率 就是Probability 而按照有份创立 量子力学的丹麦科学家 波尔 Niels Bohr 所提出的 我们叫做哥本哈根的诠释 叫做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这个或然率 已经是关于现实 所最终极的描述 亦是人类对宇宙最终极的认识 我们不可能再深入一点 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放射性衰变 如果大家住在香港的九龙区 或者新界区 那你其实 每晚一亮灯 开电视 或者开电路 很大可能 其实已经在用核电 大家知道吗 可能都猜到 这个核电是什么来的 香港是没有核电厂的 那它当然是来自 而在香港东北 其实就是 尼维多利亚港 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 大亚湾核电厂 那大亚湾核电厂 那个运作的原理呢 就是 利用一些放射性的物质 你就用粒子来撞击它 令到它引起 连锁反应 是由一些 就是重一点的原子 就是分裂成为一些 没有那么重的 轻一点的原子 那这个我们叫做 核裂变 的一个核子反应 就是释放大量的能量 但是里面呢 就是最关键的是 那个放射性的元素 就是那个原料 基本上 所有核电厂 都是用的 它叫有二三五 可能大家听过 Uranium 是这种 放射性元素 但是放射性元素 它里面那些原子 会出现 一个叫做衰变 叫做DK 其实这个现象 已经是匪而所思 为什么匪而所思 因为我们 是永远只能够 用一个或然率的概念 来描述它 就是说 这粒原子 什么时候会衰变 就是会变成 一些分解 成为一些 较简单的 轻一点的原子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 准确预测 我们只能够说 它的百分比 就是一个或然率 这样呢 其实一般 可能大家有听过 半衰期 这个名称 就是放射性元素 半衰期 就是说 如果一块这样的元素 一公斤也好 也好 其实它实际上 如果过了一个半衰期 它就有一半 就会衰变了 然后再过第二个半衰期 就是一倍的时间 它另外那一半 就是剩下一半的一半 又会衰变了 如此类推 就是二分一 就是四分一 四分一 八分一 六分一 直到最后 它差不多衰变到 没有什么放射性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有二三五的半衰期 就厉害了 我们说的是 大概是七亿年 哇 就是来头交关 所以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很担心 所谓核电 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核废料 不是说有二三五 因为它 衰变了之后 就变了很多其他的产品 但是都是核废料 它们的半衰期 是很长的 就算不是七亿年 都是以百万年千万年计 就是说它们仍然 即使很久很久以后 都是有放射性 所以那些人最担心就是这些 为什么会反核 就是其中一个 除了说核意外 但是其实这个半衰期 就不一定是这么长的 有些放射性的元素 例如 如果它真的有意外 就是核洩漏 其中一个我们很关心 因为很容易受人体所吸收 就是IODIN IODIN131 就是后面的数字 就是它的原子量 有235 235 就是原子量 有131 亦都是 癫131 半衰期 其实只是八天 只需要八天 有一半的癫 就会衰变了 另外一半 再过八天 又一半衰变了 其实我相信 很多在中学学过 下物理的人 其实都学过 这个所谓放射性的现象 也都知道 什么叫半衰期 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输到 真的十个里面 就是九个 都没有真的深刻去思考过 原来这个放射性衰变 背后已经是包含着一个很深刻的 你可以说调诡 或者一个哲学的疑难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原来我们只能够从一个 统计上的 一个或然率去描述 一个很多这些放射性原子的组合 半衰期之后 一半衰变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适当拿一颗 这些放射性原子 无论是有235 还是癫131 就是你说它什么时候衰变呢 你是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到的 你最多只能说 到了多久 它的百分 就是百分多 譬如它半衰期之后 可能它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衰变 但是不一定 百分之五十都不一定是衰变了 是吧 就是它还有其他的百分比 可以是很久都未衰变 那在某程度上 我们就是说 喂 我们研究这个事物 这个放射性原子 我们如何去探究它内部的运作 我们应该最后是可以 是能够准确预测到 它什么时候衰变的 是吧 那如果你现在说 量子力学呢 那个什么波动方程 等等 就只能够告诉你 它那个衰变的或然率 那你立刻就会想 喂 可能这个波动方程 这个量子力学 现在呢 其实不够斑而已 不够深刻 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论 我们就可以准确预测它 几时衰变的了 但是原来呢 按照 就是哥本哈根全息 刚才介绍过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 就是说 原来或然率 已经是 我们能够对这颗放射性的原子 或者甚至对这个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 所能够知道最终极的一个理解 或者描述 来的了 于是 其实 某一程度上 甚至是挑战到 一个叫因果律的问题 是吧 因果律就是 任何事物的变化 都必定是有因 才有果 于是你就说 那一粒放射性原子 它由稳定 突然间变到衰变 变成了别的东西 那它的因是怎样来的呢 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呢 某一程度上 你可以说是一个无因之果 原来一个放射性原子的衰变 是一个无因之果 那是否违反我们最基本对宇宙认识的 因果律 但是我刚才大胆输到 我想十个或者一百个 都没有一个人 一个学生哥 甚至不要说读中学 甚至读大学 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哦 原来放射性 是和因果律是有抵触的 当然这个就是 牵涉到我们对因果律的理解 这是一个很深入的哲学问题 好了 我们不说了 那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没错 刚才我们说 挖延率就是宇宙的一个最根本的性质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确实 我们是 去定一个 电子的位置也好 或者它衰变了也好 定未衰变也好 我们确实是会得到一个特定的结果 那么这个特定的结果呢 原来在量子力学的术语里面 就是说 我们观察的这个行为 原来就会令这个波咸数的wave function 就会是塔缩 然后呢 就令到那个结果 那个挖延率呢 就变为百分之一百 就是它定型了 那么英文呢 这个就叫做 collapse of the wave function 那么 而其他的挖延性 就是说这粒电子 其实可能呢 它在第二个 就是在远在天边这个挖延率呢 其实是之前是 不是零的 是non-zero的 但是突然间呢 因为我现在做了一个观察 发现电子在这里 远在天边那粒电子存在的挖延率 就又不是零 突然间一声就变了零 因为这里变了百分之百 那么这个就叫做 collapse of the wave function 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好了 但是呢 那本哈根的存识更古怪 他就说 这个就是因为你观察 令到它波含素塔缩 是吧 但是原来你未观察之前呢 其实这个系统呢 是处于一个 什么的状态呢 就是 什么状态都存在的状况 那么它的术语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状态互蝶 或者叫做 太蝶加 那么英文呢 叫做superposition of states state就是状态 superposition就是叠加 是吧 那就是说呢 状态互蝶加的情况 原来它是什么状态都存在的 同时是并存的 那 由这个东西所衍生出来 一个最著名的意想实验呢 就是 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下 未必知道那个细节 就叫做 舌定膜的猫 就是 scrodinger's cat 那是什么呢 这个实验呢 其实是意想实验来的 就是 没有人真的做过 也都 劝大家不要做了 但是它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呢 有一个密封的伤 那就很坚固的 里面就放了一只猫 生勾勾的 但是也都放了一个 放射性的原子在里面 但是这个放射性的原子呢 原来它那个衰变 那个半衰期呢 譬如我们假设 不要紧要 你认为多久就可以 譬如我假设 是一个小时而已 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呢 它衰变的或然率呢 就是百分之五十 是吧 就是 好了 于是呢 你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 是 啊 里面的设置呢 就是如果这颗 放射性原子一衰变呢 我们就有一个放射性的探测 或者一个所谓计数器 叫做 概格计数器 如果大家读过物理学 探测组有这个 辐射了 如果探测了呢 就会有一个电流出来 这个电流呢 就会引致一个装置 就有一个锤子 就打烂一个小小的玻璃瓶 而这个玻璃瓶里面呢 原来就有些 剧毒的毒气的 那这毒气一散出来呢 那只猫一吸了 就会死的了 于是呢 如果原子衰变了呢 那只猫就死定了 但如果它未衰变呢 那只猫就未死 那但是呢 于是我们就说 我们一个小时之后 如果真是打开这个箱子 那你找到那只猫 就不用说 就一定是 要不就死了 就是原子衰变了 要不就未死 原子衰变了 因为百分之五十而已 不是百分之一百 这是一个华言率 又叫基率 是吧 那所以呢 你那个结果 知道没什么神秘 是吧 一是生猫一是死猫 但是如果按照 哥本哈根的诠释 就是一个正统的量子力学的诠释 我们叫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 在你未打开这个箱子之前 原来这只猫是处于 既死 又未死的状态 是并存的 即是一只死猫 还是一只 生猫 其实并存 没有一个所谓 是已经死了 那只猫 或者还是生猫 只不过是当你打开的时候 那个波咸素才会 踏肃 才是决定 究竟他是死了 还是未死 所以前一阵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 那个珍宝海鲜房 是吧 就说他拆 又不拆 海洋公园就买了他 后来又失火 后来又不拆去哪里 又沉种尾尾尋 于是有些 你可以说是口行友 是吧 恶搞 那叫做 舌定恶的珍宝 珍宝海鲜房 究竟他是 沉种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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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其实都是并存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半只生猫加半只死猫在里面 但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件事 好了 大家可能会问 究竟你和良子糾纤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请大家给一点点耐性 因为很快就会揭曉 原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量子力学会建立起来 发展得很迅速 这些物理学家已经发现 如果透过某些量子的过程 有些相互作用 会衍生出粒子对 即是一个particle pair 而它们的物理特性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说是correlated 但是再准备说它 叫做entangle 就是一种糾纤 最常用的例子 就是一粒粒子 它是虽变成为两粒电子 但是这两粒电子 它是拥有很多量子的特性 但是我们现在 集中看其中一个量子特性 就是智旋 有时叫智旋量 英文叫spin 智旋转这样 这个spin 因为跟我们一个 比如蓝球自转 或者地球自转 其实既相同 但是又是永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 确实是有一个 好像宏观世界的物体 自旋的时候 它是有个角动量 物理学叫angular momentum 而且它旋转 也是有个方向性的 但是为什么说是永异呢 因为原来它是一种 完全是量子的特性 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 是比而所思的 我们一般的物体 其实转是转一个圈 即是三六十度 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但是原来在这个量子的世界 里面所定义的智旋 是要转两个圈 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 简直是超乎了我们的直观 如何可以转两个圈才能回到呢 我们暂时不理这个字了 但是我们现在集中看这些电子 那个智旋的方向性的问题 这样呢 原来呢 这个 假设我们原来那粒粒子 衰变成这两粒电子 原来那粒粒子的智旋量 是零的 这样才算 如果是零呢 那这两个电子对 我们叫做electron pair 它们这个智旋 方向一定会是相反的 例如假设第一粒电子 那个智旋是上 第二粒电子一定是下的 因为它们上下加上 或者你当是正负 就是刚刚等于零 那才等于最先那粒粒子的智旋 因为最先的智旋量是零 那这个呢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守行定律 就是conservation law 就是说 正如物质是不可以被创造和毁灭 能量是不可以被创造和毁灭的 那这些叫守行 就是conservation 那同样呢 原来自旋 即是角动量 应该说 角动量也是守行的 那如果之前的角动量是零呢 它变了两粒粒子呢 它各自有自旋 但是它们加上的角动量 都一定要是零 不能够无中生有 那怎么能够是零呢 就是它们的智旋 那个方向是否相反 如果一个所谓是向上 一个一定是向下 好了 但是呢 这个相反的智旋 这个相关 那个correlation 那个关系 是不视乎它们的距离 当然就是说 它可以是 衰变了之后 两粒电子都很靠近的 都在试验室里面 那它们的智旋方向相反 那当然 就算这两粒电子 是相隔很远很远的 甚至是天国一方 在地球的一边 一个在东半球 一个在西半球 甚至一个在地球 一个已经去了月球了 但是这种关系 都继续存在的 是吧 那当然 表面看上来 这种相关 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吧 如果我们用所谓牛敦所建立的 经典物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譬如 一对手蜜 是有左手和右手之分 其实它们是某一种 意义上 都是有一种相关 甚至是一种糾纏 但是现在我们就把这对手蜜 一只左手的手蜜 摆在一个盒子里面 右手的手蜜 也摆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把这两个盒 撈乱 不知道哪个打哪个 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外观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盒 两个盒 分别 用快递 什么都好 就给两个油 譬如 一个是给了马小玲 另一个是给了方天佑 当然 如果大家太年轻 你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为你没看过 我和姜思有个约会 但是你不喜欢 你可以说一个是给了杨过 一个是给了小龙女 都可以 希望大家看过神雕 好了 总之 一个是马小玲 我喜欢马小玲 放天佑 但是呢 即使这个马小玲 放天佑 是天国一方 问题就是 当马小玲 打开 她那个箱 看到 原来她那只 譬如是 右手的手脈 那我们就很明显知道 放天佑 就算她多远都好 当她打开她的箱 那时 那只一定是左手 因为马小玲 如果是右手 那只一定是左手 因为他们是密切相关 你可以说都是一种 一种entanglement 但是这种entanglement 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说 量子糾纏 是这么神秘呢 原来因为 按照量子力求的观点 在我们未打开盒之前 其实是不存在着 这个手脈 究竟是左手和右手 因为我们刚才的假设 就是说 马小玲打开一只 那个盒 它就在右手 那我们就 哦 原来她一开始 我们用快递 决定哪一盒 送给马小玲 原来就送了一只右手的手脈 左手的手脈 送给放天佑 这就是经典问题学的体法 但是量子力 我看法完全不同 他说 这个是错的 这个体法是错的 其实呢 我们这两盒的手脈 送出去给马小玲 放天佑 由头到尾 直到他打开盒子之前 那只手脈呢 都存在一个叫状态叠加 superposition of states 的情况 就是说 其实它既是左手脈 又是右手脈 或者你说 50%是左手脈 50%是右手脈 的状况 只不过 去到马小玲 马小玲 打开了 那他就会把 一个波涵素塔缩 就把现实定一形了 因为他一定找到那只 不是左就是右 不是右就是左 是吧 于是他定一形之后 就轮到放天佑那边 也会定型了 定型一定是 左右大家是互对的 或者是互保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叫做 量子的糾纏 而这个量子的糾纏呢 是原则上 真的跟距离是无关的 就是 马小玲和放天佑 可能一个是 在香港 一个在九龙 但是也可能 一个呢 在地球 一个去了火星 甚至呢 是一个 在数百万光年以外的 一个星系 是吧 其实 其实当时 爱因斯坦呢 大家知道 他建立相对论出名 但是其实他也有份 建立这个量子理论的 特别是 他是以光电效应 是来拿诺贝尔奖 就不是以相对论 拿诺贝尔奖 而光电效应呢 其实就是建立量子 力学里面 一个很奠基性的一步 光子这个名字 也是他所改的 但是 当爱因斯坦 知道有关量子糾纏 的这种观点之后 他就非常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 这种现象 就是 隐含着 有些信息 能够以超光速来传递 因为当时 他用 比较经典的观点来看 当马小林 打开那个盒 看到那只右手的手蜜 必定是 有一些神秘的信息 就立刻 就 传递给这个放天佑 令到他那一盒 里面的手蜜 就变成了 左手手蜜 但是呢 因为 这一个这样的打开 可以差不多是同时的 就是我们一种约定 就什么时候一起打开 但是 而他们 可以是相隔 很远很远的 那就是说 这个信息的传递 必定要是 超光速 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 超光速这件事 完全是违反 相对论的 因为相对论的最基本纳论 就是 光速就是宇宙里面 速度的极限 如果你说 世界上可以有超光速的 一个传递 哇 整个相对论 就差不多要倒档了 那这个 爱斯坦当然 我就觉得 这个是 不可能的 所以 他对这种传递 他改了个名字 就叫做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Spooky 这个字 Spooky 其实 都挺古怪的 可以译造 真的可以译造 古怪 亦都可以译造 诡异 诡辟 但很多时候 人们就会和 鬼魂的东西 勾上关系 所以 有人译造 鬼魅一般的 超拒作用 当然 有些人说 正音读鬼魅 鬼魅鬼魅都可以 但是 我一般 就译造 鬼魅的超拒作用 他就觉得是难以接受的 这种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在1935年 很早 他就联同 两个较为年轻的科学家 一个叫做波多尔斯基 和罗森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那里面 就是 逐步逐步分析这个问题 最后突显一座 这个荒谬的结果 这个结果 后人 就拿他们这三个人的名字 奥尔斯坦 波多尔斯基 和罗森 的头一个字母 就叫做 EPR Paradox Paradox 可以译造 吊鬼 可以译造 羊是企人 哪一只羊 那个羊 但是我又喜欢用拨论 叫做EPR拨论 这个拨论指出 如果按照 哥本哈根的诠释 量子糾纏的现象 要是需要我们 假设讯息可以作超光速的传递 从而推翻整个相对论的理论基础 要是要求我们要放弃 原来事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下 具有客观的 是不依赖观察者的行为影响的一个实在的形态 这个假设 也就是要我们放弃一种 英文叫做Local Realism 这个也是很难译的 很多不同译法 有些译造近距为实论 有些译造定域实在论 但是我自己 我就喜欢译它当下实在论 即是说原来真的有一个实在在 是不依赖人类观察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所以沃安斯坦就说 量子糾纏 如果按照哥本哈根诠释 就必定你要二简其一 你一是就放弃A 不是你就放弃B 但而两个选择 同样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是荒谬的 可以说 但是他的看法是怎样呢 他就说 我们之所以无法在 即是不令波含素塔束 即是未打开盒之前 而知道盒子之间的 这种糾纏的状况 是因为量子的系统里面 是有一些我们暂时 是未知晓的 它叫做隐变量 hidden variable 简而言之 其实现在的量子力学 应该是当时的量子力学 在1935年的时期 其实量子力学是很成功的 自用提出以来 其实他作了很多预测 都完全是受无数的实验所证明 而且证明的结果 精准度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实际上量子力学很成功 但是奥恩斯坦大胆地说 他说 没错 你是很成功 但是 他必定背后还有很大的漏洞 所以他是一个 不原备的理论 甚至他提出 哥本哈根全式是一种懒惰的投降主义 因为你对所谓现实的理解 原来你就接受 或然性就是宇宙的根本 他为了这个问题 就跟他的好朋友 刚才提过的 Niels Bohr 即波尔 往往争变得是面红面绿的 坚持哥本哈根全式的波尔 就认为 或然性 甚至可以叫随机性 其实是宇宙终极的本质 而奥恩斯坦 就完全他接受这个结论 他的名句就是 上帝是不会摘色仔的 God does not play dice 摘色仔 但是波尔 听他多了 他都忍不住了 他试过一次 就是回敬他一句 他说 Not only does God play dice Sometimes he throw it where it could not be seen 他说 上帝不静止 偶然间 会摘色仔 他有时 甚至把色仔 扔到去 根本我们都找不到 看不到的地方 这些都是比喻 这些是metaphor 好了 回到EPR撥论 其实他1935年提出 之后 近30年 其实是 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 如何能够透过实验 去判定 究竟是隐辩量理论对 还是哥本哈根全息 对呢 因为刚才也说过 如果说 马晓宁放天右 左手的手蜜 右手的手蜜 实际上 你打开的时期 一边找到左手的 另一边当然找到右手的 无论是量子力学 还是经典物理学 其实他的预测 都是一样的 最后来说 很难判别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好了 这个情况呢 就要去到1964年 才有一个突破 当年有一个名叫 约翰贝尔 John Bell 一个在北爱尔兰的科学家 他想到 他很巧妙地提出了 一个验证的方法 所以重点呢 就是说 原来我们量度 这个电子的智旋 一个上一个下 就是左手蜜 右手蜜 这两个相反方向 的意外 其实我们应该呢 是大量地 反复地 用不同的角度 所谓用不同的角度 就是透过仪器 改变磁场的角度 因为我们量一粒 电子的智旋量 我们要制造一个 人工制造的 magnetic field 一个磁场 来令电子通过 我们可以探测到 究竟自船的方向是如何 但是他就说 我们不是说 测试它某一个方向 比如大家都决定 我们一粒电子在移动 就是它一个 运动的方向 然后好像我们 使它经过磁场 然后去决定 它究竟是 上还是下 即是spin up 还是spin down 但是他就说 不是 我们其实是可以 将这个磁场 是不断改变的方向 改变的方向 改变的方向 改变一个方向 又度一次 再改变多一个方向 又度一次 再改变又度一次 而且反复地去度 我们是对很多电子队 对很多有量子糾纏的电子队 进行一些这样的 反复用不同方向的磁场 来量度它的自船量 因为它们是有一个 刚才介绍过 一个状态叠加的状况 所以它们根本 那粒电子 你未量度之前 它是什么的方向都有的 这个就是 它那个自船的方向 它不是上或者下 它什么方向都有 这个才是 superposition of states 只不过你量度的时候 就令到波涵素塔叔 它就定于一个方向 你就让你量度到 但是当你一路转变 那个量度方向的时候 它就发觉 你就可以 用一个统计分析 来探测 那个相关性 就是说 马小宁 他所收到的 那粒 今次不是手末 我们去回电子 那粒自船 它量度到的 究竟是上 下 百分之几 是上 百分之几 是下 百分之几 是30度 60度 那样 而这个放天油 它量度到那粒电子 又是 就是上 下 左 右 就是45度 它大量分析 原来它说 透过统计分析 它又可以认证到 原来隐含素理论 如果是对的话 它们的相关程度 就会是这样 如果 如果 哥本哈根泉式 底下的量子糾纤 是对的话 那它们的相关统计的结果 就会是这样 而这两个结果 是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就是 当时贝尔提出 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 贝尔不等式 叫做 Bell's inequality 它不等式 就是说 它这两个统计结果 应该有所不同 这个是可以透过实验 来去验证的 就是这样 但是 其实 说是这样 但是实验是很难做的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但是始终 它就开辟了一条路 就是 透过贝尔不等式 来进行一个实验 它可以说 就是提出了一个挑战 甚至一个擂台 比武擂台 大家这次真的可以去判断 谁是谁非 好了 所以自从七十年代开始 就有不少科学家 现在真的尝试去做一些实验 按照贝尔的构思 其中一个 其实就是今届 诺贝尔得掌者之一的 约翰克鲁澤 John Clausser 但留意 其实很有趣 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其实他的倾向 是隐辩论理论是对的 就是他比较支持爱因斯坦 但是他做了这个实验之后 所以这个科学 就真是可爱之处了 你就要 不是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主观愿望 你是真的要看那个实验的结果 就是事与愿违了 就是说我实验结果 咦不是 原来似乎 爱因斯坦的过程 很可能是错的 哥本哈根诚识的词是对的 但是由于实验 在细节上 仍然是可以 有些被挑剔的漏洞 所以当时 还未有 是能够达到 百分之百的一个结论 转列点 就是去到 1982年 才发表的一个实验结果 但是实验 其实70年代 没80年代 从初 Heaven 是有一个法国科学家 就是艾伦·亚斯伯 Elean Aspett 就是 这次諾貝尔奖的第二个得奖者 他就在82年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因为他成功了堵塞了刚才所说的某些漏洞 令到结论坚实了很多 所以自此之后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 爱因斯坦的引辩量理论是完全破产的 是彻底失败 由于科学家普遍都认为光束这个极限确实不应该被推翻 所以按照EPR当时的论文的分析 他只能够选择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放弃刚才所说的当下实在论 夸张地说 原来经过了艾伦那斯坦的实验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一直以为不辨自明的 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是客观地存在的 是有一个不依赖观察者而客观存在的现实 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 这个真的去到一个非常哲学性的层次了 至于今届第三个得奖者 就叫做安东塞林格 他的贡献是将量子糾纤的实验再进一步 再深化 向前推进 而且展示出这种作用 是有现实应用的可能性的 至于最先提出贝尔不等式的若汉贝尔是如何呢 但是很可惜了 因为他是1990年已经过世 大家知道了 诺贝尔奖不会追认给了过世的人 他一定是现世的人 所以没有给他 如果约翰贝尔还在世 不用说他一定会分享诺贝尔奖 从这个角度看 有关量子糾纤的大辩论 可以说安因斯坦就输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 其实他也可以说引以为位 当然他也过世 他还早了 1955年 即是安因斯坦就过世 他始终都不服气 对于哥本哈根全息 但是他有一件事 我们事后空明讲 他也可以引以为位 就是因为光束这个极限 是真的没有被推翻 因为科学界普遍都认为 是没有可能推翻光束这个极限的 所以相对论是 尸毫没有被到未受冬摇 好了 但是至于 爱因斯坦最讨厌的 所谓spooky action at the distance 就是诡避的超过作用 又怎样呢 直到今天 其实仍然有些人 就以为 什么量子糾纤 这件事 可以令到人类实现 超光束的通讯 是吧 通过这种诡异的超距作用 因此可以令到好像星球大战 这些科幻电影里面的银河帝国 成为可能 但是 对不起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誤会 因为 由于 按照量子力学 观察的结果 马少宁 放天柔 打开盒 看到什么都好 其实它是 完全是随机性的 或者我们就有一个或然性 随机性 所以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 靠这种 所谓量子糾纤的现象 去传递任何 是有意义的信息 所以这个所谓超光束通讯 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 是不是说 量子糾纤就只是一个纯学术的议题 和现实世界无关呢 那你又大错 事实是刚刚相反 原来这个现象 就是现在最火热的一个课题 就是量子计算 Quantum Computing 和量子电脑 就是Quantum Computers 背后的最基础的一个原理 而且它也可以用这个 叫做量子加密技术 叫做Quantum Cryptography 因为它透过这个现象 是制造出一些 永远无办法被拦截 和涉听的一个加密的讯息 因为任何人一拦截 涉听的话 其实接收那方一定会知道的 他就知道 这个已经没用了 原来你已经被人涉听了 那这两方面 其实都是现时世界各国 正在增双发展的最尖端的科技 当然是有很多军事的用途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确实是比较深一点的 在下一集我们就会还原基本步 就是逐步介绍物质的构成 和多知多彩的微观宇宙 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收看 多谢各位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